中秋教授應該是學家團圓的日子 但有很多醫護人員 比較為了收穫民眾健康 在犧牲和家人團團的機會 有在鄉教委和醫護人員表達感激 梁柚輝副會長郭吉春經營的頂號林董食品 以及只有家Dessert手做烘焙方 連和製造了精力的花拼在一起 透過醫院曾思潔砍的安排 要來送給新老病的醫護人員 都是日以繼夜 所以我就來跟郭董事長來提議 如果你要做公益的話 我們何不來鼓勵這一群每天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時日以繼夜的在工作 來為我們全廣大的台灣人民的服務的護理人員 所以今年就特地選中了我們這個新容醫院 梁永惠長期以來都是在無處弱勢 然後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我們不是只有今天這個月瓶的捐贈 這個長期以來我們在中秋節還有端午節 還有一些節眠的時候都有做一些 弱勢公益的分懷 那今天我們郭吉春董事長還有他的公子 有這個心要來做這些 這個一個月瓶的捐贈的工作 就是在鼓勵我們醫護人員 其實這些人員幫助的都是跟我們一點學關係都沒有 但是他們的辛勞無畏無畢的護主總是帶領一顆美麗的心 帶領我們開啟這個美麗的世界 所以我跟他們說他們是最好的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外面的關鍵也由新勞本醫策略長唐修智 督導謝宜玲 公關是副主任真美會共同這裡 唐修智也說 楊優惠這份生意讓他讓人員很感動 他會將這份鼓勵 專發為照顧民眾的認真和努力 在心中充滿了這個鼓勵和痛心 用這個痛心給福西環節照顧的 一定是我們 尤其是我們台南是看到這裡的人民 所以感同身受人真的是受到感動 所以我才會說這位 那真的也謝謝郭董事長還有自己的團隊 對於我們新勞本 其實也不是新勞議員 我們這個記者招待會 所有的議會員也看到的都受到鼓勵 楊優惠是台南市英武22年6歲的公益團體 新完台東來自台南市國安國亞的經營人士 來以愛在東區的理念 將是紀念求助 公益組合 關懷留學社會公益成果 林股眾人的力量 用行動實戰量身的循環 也照給社會吃麵人量 記者中首位 蔡宏伯德